新电宝高智慧产业园区自去年3月启动招商作业 在分阶段进行之下 日前已经完成了第4次的招商评选 成功升租的厂房单元数达9成5 而从即日起到4月18号将会进行第5次招商作业 释出最后的精华单元 欢迎有兴趣的业者踊跃投标 新电宝高智慧产业园区日前完成了第4次招商评选 多家知名企业都将进驻园区 新北市金发局指出 自从去年3月启动招商作业 期间策略性配合政策规划和产业回馈意见 目前已经成功招商72个单元 约占总单元数的9成5 其中研发单元约占整体的三分之一 而从即日起第5次招商作业开跑 受理投标文件的时间到4月18号 这次标租的范围包含了标准厂房和实验场域 最后的精华单元即将释出 新北市金发局表示 此次招商公告的标准厂房约有190平 实验场域约有314平 延续以智慧城市相关领域为主 比照先前招商提供标准厂房租金6折优惠 以及实验场域租金75折优惠 欢迎有兴趣进入园区的业者把握机会 踊跃投标 预计在4月底办理园区正式启用典礼 未来将串起北台湾智慧科技产业狼带 发挥更具量能的产业群聚效应 记者杨邦友召发起新店采访报导